李小龙是我们很多人的偶像 我的八字跟他只差一个 只是顺序不太一样 所以虽然说他很出名 我不出名 但是我今天比他大一岁 34还在 但是人家的价值发挥的很好 那以后还要多想来学习他的精神 他把中华武术发扬的光大的世界 不仅是武术 很多方面在西方都受他的影响 首先个人崇拜 提到这个名字 第一是毛 第二是他 都知道 然后以此他对武术界的各个门派 包括他自己创的截神道 很多都受了他的影响 他结合了基建 这个自由国基 拳击 以及柔道 等等 很可惜 他 一年早逝 包括他的儿子 什么原因 这个现在还不对外公开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得到 就是因为他的性格过于刚 他练的功过于刚 他的性格 他的武术 他的武术 如他的人 得罪了很多人 但是 就像火炎甲的死一样 其实他应该是被咬死的 很可能也是慢性药 一方面他练的也过度 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曾经 这个风华正茂 采访的时候 不管是他的力度 他的速度 他的思想 都是很灵活的 他的哲学 都在影响西方 什么街舞啊 什么什么 音乐啊 什么 都有他的身影 他 说中国这个武术 就是像水 water 他讲的那一套 我们听起来 依然有道理 但是 他在实用当中 还是欠缺那么点肉 他没有把这个内气 发挥得很好 只是强调外在的 对抗比自己更高 更壮的人 所以说 很可惜 他的 力度 他的速度 可以说至今应该 寥寥无几 跟他能比的 没有 可以打比自己 壮 65公斤的 以及速度等等 但是 他呢 这个 其实也是中华武术的 末代的一个 回光返照 因为 自此 至今 都在末路 将近有一天 还会再起来 他拍的电影 都是 不用枪 我到一个塔里 或者我去哪救人 不许用枪 这个这里就没有枪 所以说这个就是 已经脱离 现在 所以这样 说他 已经不现实了 但是他最后 归光返照 呃 他的人品也非常好 他也想 保 一辈子保护我身边的女人 但是 他 当遇到一些外事的时候 很遗憾 这种个人英雄主义 啊 是不足以的 功夫再高 能打多少个 啊 都打过 没有用 啊 所以说 我们只需要学习他 这个 坚强 啊 他这个这个这个 红心 他的思想 啊 以及他的 好的方面 就可以了 我读书少 你不要骗我 我们擂台见 Michael 李小龙